郭台銘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他在做事 韓國瑜都在造勢 可是從絕對的民調數字上 現在看起來 用滾檔內的遊戲規則 跟model來模擬的話 那蘋果日報追蹤 韓國瑜的民調 領先了郭台銘9個百分點 那郭台銘當然很不爽 他說都是綠軍幫忙灌票 才會拉大這一個差距 王浩大哥怎麼觀察 對 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放長眼一點 看看今後6個月的變化的角度 假設韓國瑜初選出現 不管他是百分之多少出現 那是他出現 那以韓國瑜本身個人的素質 和韓粉的內向性來說 我自己覺得他們 一路上今後6個月 不斷地出現問題 和他的排外性 他的這個沒有辦法吸引到 中間選民的這個情況 又會重新顯現出來 那這裡面最明顯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時候主要拼的 可能不光是說有多少人 愛韓國瑜或者愛蔡英文 另外一個是有多少人 討厭韓國瑜 和多少人討厭蔡英文 這樣一個比較 還有一種人兩個都討厭 然後就不投票 沒關係 投票是由 投票的人決定的 而不是由不投票的人決定的 不投票的人也會影響到 總投票率跟表態率 對 沒關係 當不投票的人很多的時候 蔡英文就要跟韓國瑜PK的是 誰動員自己的粉出來 投票動員的錯 對 是啊 是啊 但是假設說按照現在這個 所謂韓國瑜高於蔡英文 5%的選票的情況下面 今後6個月 作為在任總統的這種優勢 我覺得會慢慢體現出來 這是第一個我的看法 第二個看法 我認為這個 我可不可以回應你 如果在任總統那麼穩定有優勢 去年選舉民進黨怎麼會少掉200萬票 對 民進黨當時有中央的資源 還有地方的資源 高雄輸15萬票 台中輸20萬票 然後2018年跟2016年差200萬票 對 這個問題是 優勢如果可以反映在選票上 那200萬票怎麼會弄丟 不不不 這個第一 這個總統大選跟市長大選 是有不一樣的 第二 去年大家就是教訓民進黨 但是教訓過了以後 是不是每年都要繼續教訓下去 這個是有差別的 第三 蔡英文是不是在形象和政策上 做相應的做了調整 這也是有差別的 我覺得這個我自己感覺蔡英文是努力想要在個人形象上做調整 但是我認為調整的還不夠 還是有更多的空間可以被調整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總統大選的主要議題 跟地方市政的議題還是有差別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我總的認為 就是說韓國瑜是比較明確的不為美國接受的 這一點是從他這次四月份去美國訪問表現得非常明顯 他那次訪問非常不成功 但是郭台銘是不一樣的 川普跟他的關係使得他 美國不太可能公開的反對郭台銘 那麼我覺得這個 美國最近一連串的實際的行動 在幫蔡英文 幫拉抬蔡英文的聲勢 這方面我覺得今後六個月 美國還會做得更多 如果是韓國瑜出現的話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自己感覺 就是說如果這一次初選 大家普遍形成了一個輿論 是因為民進黨灌票造成的 那郭台銘退黨參選到底的正當性就很明顯 所以我們要努力造成這種灌票的效果 讓他找到他可以退黨的這個正當性 因為洪秀柱效益郭台銘實際上 一開始就有在準備 洪秀柱郭台銘一開始就 第一他沒有簽這個公約 第二他一開始就在說要準備 要準備洪秀柱方案 要準備洪秀柱方案 這一路上郭台銘都在準備這個可能性 那王金平也實際上在準備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認為郭王兩個人合作 如果退黨參選 不管是被退黨還是自己主動退黨 沒有本質的差別 他們會選到底 那剛剛黃世聰已經回答了 郭內部陣營現在的盤算就是 郭如果大幅的落敗的話 郭會暫時忍耐吞下去 那當然要觀察一段時間了 那王浩大哥怎麼觀察這樣的發展 我覺得我們還是回來談一下 關於討厭民進黨和討厭共產黨的鬥爭 因為我覺得從比較大的長的格局來講 這個題目還是應該決定 今年台灣大選的走向 那麼所謂討厭共產黨的這個問題 確實不是一個台灣本地僅有的問題 它確實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不光是美國討厭共產黨 這個香港討厭共產黨 台灣討厭共產黨 其實一帶一路的很多國家 雖然說有了很多的這個中國的投資 但是他們也很討厭共產黨 這個最近比較明顯的兩個例子 一個是在兩個非洲的國家 最近都把他們原來這個中國要投資的項目 給推翻了給否決了 因為這個中國的這個很多做法 讓當地老百姓實在沒辦法接受 那我覺得這個整個這個情況 現在越來越明顯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跟中共的鬥爭 它確實是不光只是一個地緣政治的鬥爭 確實也是一個價值觀的鬥爭 一個普世價值的 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這樣一種價值觀 和中共的這種獨裁的 用一種權貴資本主義來擴張他們勢力範圍的 用一種這種腐化民主制度 利用民主制度本身有的一些缺陷 來打倒民主制度的這樣一種擴張 一種做法的一種鬥爭 那這種過程 確實是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新冷戰 因為它跟上一次冷戰的這個美蘇 或者是共產陣營和反共陣營的那種界線分明 很不一樣 這一次很不一樣 因為這個一方面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 經濟的關係 雙方對對方的社會的滲透非常滲入 這是第一 第二 中共也確實是學到了民主社會的很多科技 媒體 輿論的操作的手法 那麼這一方面 因為它有大量的國家資本來投入這種操作 就使得一般的民主社會的這種自由競爭 或者說是媒體的自由競爭 完全被扭曲了 它不是一種自由競爭的過程了 而且因為科技的發達 媒體跟網路綁在一起了 那媒體戰 網路戰 資訊戰 卵戰爭 是同一個戰爭 而且是同一個平台 而且最終也因為科技的發達 我講過好多次 科技戰就變成國安戰 產業戰 經濟戰 也是科技戰 科技的平台決定了剛剛的一切 當你得到國家的利益 你得到輿論的利益的時候 那個平台同時也創造龐大的收益 所以我們看到Google 臉書的收入跟營業的利益 是不斷的成長 然而它成長的也不僅僅是商業的利益 它還包含了政治的龐大的平台的利益 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種兩大陣營 它不是一個對等關係 因為中國有一個長城 所以你臉書也好 公共也好 這些進不去 但是中國都可以進得來 這個所謂韓國瑜的這個 所以這就是川普講的不公平競爭 它不是一個對等競爭 你如果是說 你如果是說在一個全球範圍裡 你說中國的市場我全部可以打開 我都能進去 然後你中國也都進來 那大家就競爭嘛 自由市場競爭嘛 那你的媒體宣傳 你的我的媒體宣傳 我的兩邊 大家也都可以掙錢 但中國實際上情況是 不是這麼回事 它可以出來 可以打到你美國的市場 打到台灣的市場 佔領香港的市場 這兩天香港馬上要組織 這個反這個紅媒的遊行了嘛 它可以佔領所有這些市場 但是你沒辦法進到它的市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討厭民進黨對決 討厭國瑜黨 甚至可能對決 討厭共產黨 然而老美也加快出手 對台的各種政策跟戰略 其中就包含了 國務院快速通過的軍售案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報導 MYA2重型戰車火炮連發 超高戰場機動性攻擊 威力驚人 而美國政府美東時間8號 也正式宣布對台軍售 包含108輛MYA2 及250枚人稀式短程防空飛彈 總價約台幣678億元 至於標槍反裝甲飛彈 和托式2B反裝甲飛彈 則為續購項目 美對台軍售順利進行 總統府外交部都第一時間 發新聞稿 感謝美國政府履行台灣關係法 支持台灣建立堅強的國防實力 而MYA2戰車順利引進 不只提升了國軍陸地戰力 也讓唐岸兼敵防衛構想 能確實執行 而其實MYA2除了配備 120毫米滑膛炮 還有數位資料鏈 時速高達66.8公里 最大航程有426公里 堪稱美軍戰力最強戰車 但目前城鎮作戰的比例提高 MYA2卻重達63公噸 外界擔憂引進後 在台灣現行的道路及鐵道運輸上 成為一大考驗 MYA2對比中國最強99式 主力戰車實力相當 99式戰車配備125毫米滑膛炮 最大航程也有450公里 兩者戰車實力相當 MYA2登場將以量取勝 先發智人奪回攻擊主導權 在兩岸不對勢戰力下 美方對台軍售朝常態化發展 MYA2的引進也無疑是替國軍 再次注入一技強行征 好王浩大哥 剛剛看到的是MYA2的地表最強的戰車 意思就是說解放軍就算可以這一個登陸台灣島上 那台灣事實上也有一定的國防能力來捍衛 你怎麼觀察 你剛剛講美中兩大陣營的對立對決 新冷戰其中很大的核心體系 還包括了價值觀體系的鬥爭 那台灣也因緣忌諱 並且是歷史的命運 那勢必也捲入這一場爭鬥當中 對 我一直認為台灣本身的安全 過去70年的歷史表明 實際上是美中關係越緊張 冷戰越激烈 台灣越安全 那從這次軍售來看 它這個量是蠻大的 我們剛才講的22億是美金 所以是600多億台幣 這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軍售 那後面還有更大的就是那個 F-16的飛機還在頓 那這一次是國務院批准了以後 他們就正式提交到國會批准 那所以這個大家都是在走美國的程序 很明顯就是說 因為6月底的這個集團隊的這個川席會嘛 所以美國政府是放緩了幾天嘛 那這個川席會一過以後 兩個星期他們馬上就批准了 把這個事情往前推了啊 那蔡總統馬上這個過兩天就要去美國了嘛 那不知道他這次去紐約會不會跟美國的高層 有一個更大的更高層次的接觸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他去紐約的時候 應該順便去華爾街訪問一下川普大廈 跟川普的兩個兒子聊一聊了 那從這個實際的這個情況來講 我覺得這個台灣的整個國防的現代化 要補的漏洞是蠻多的 雖然說台灣一方面是軍事實力 總體來說在全球排列明也是相對比較高的 也是蠻強的啊 跟他本身的國力相比來說 不過呢因為中共這20年 他的這個國防開支的增長速度 遠遠快於台灣 所以實際上兩邊的距離是越大的 那要在現有的台灣的財力的情況下 當然跟中共進行軍備競賽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說要怎麼樣再提高武器的質量 在這個比較所謂的戰略上 要做一些調整 來反映出這種雙方的實力的差距 而來應對的話 我覺得這方面 政府還是需要有很大的工作要做了 特別是美國一直給台灣有這方面的壓力 就是說台灣現在一年的國防開支 只佔GDP百分之二點幾 不到三 美國一直認為這個比例太低 需要提高這個比例 這個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有道理 當然現在因為是競選年嘛 我覺得政府在財政方面 可能應該不會下大決心來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早晚還是需要做的 好我問一下王浩大哥 美國國會 我在提醒觀眾朋友 兩黨議員主推的方案是 新版的香港關係法 那核心的其中一個條件是 要求2020香港真普選 那黎智英本來就是追求香港真普選的這一派 現在看起來G團體告一段落之後 美中重新談判 然而老美打了台灣牌 加速台灣的軍售 老美特別是川普的政府 讓彭斯跟黎智英見面 那表面上現在美國國會也變成 對中國轉身變成鷹派 相對的溫和派已經變成是川普了 對現在川普跟習近平 川西會以後啊 實際上我們公開的信息聽來的 就是雙方在貿易戰的談判方面 並沒有實質的進展 這個星期是說雙方貿易代表會進行電話會議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川普很公開的 美方政府公開的確認 華為沒有被拿 從這個黑名單上拿下來 所以這兩件事情跟我們 川習會剛剛結束的時候 當時媒體的理解是有 不一樣 不一樣的是有差距的 那現在的話又在香港問題上 從彭斯和蓬佩奧的 接見黎智英的行為來看 美國實際上在挺香港反送中 挺香港這個人民追求 自由民主的這個活動中的態度 變得越來越強硬了 而且呢 本來是美國國會 然後現在接見已經曝光的照片 是美國的這個國務卿蓬佩奧 蓬佩奧跟副總統彭斯 對 那所以除了國會的認同之外 蓬佩奧跟這個彭斯 也釋放了認同的訊息 是 所以現在等川普拍板定案 是 如果川普加入這個陣營 那就是反江老共一軍 要求2020給香港真普選 對 因為現在大家 那如果有兩個地方在選舉 老共還有辦法同時管嗎 老共肯定不會同意香港真普選的 這個我覺得這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壓力是要給的 這個還是要在 因為香港這個問題完全沒有解決 本質上香港民主派的五大要求 老共一個也沒答應 所以這個遊行還在繼續進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對台灣的這個支持 那麼剛才我們談到了 六百多億台幣的軍售 馬上還有飛機嗎 F-16 F-16V的這個軍售 那看看蔡總統這次訪問 會有什麼樣的這個台美的交流了 這個問題我覺得 雙方還是有很多合作的空間